HELLO 大家好,又回到Pokemon 的激進虹 上次說到我們來到這個聖安... 不是,這個希魯夫大樓 希魯夫大樓裡面發生了一個意外 就是不小心撈錯了Safe 所以就要重新打過 現在應該是打完的 因為我自己事後再打一個 就看看... 找到了 3樓就看到...誰了? 敬敵MK OK,上次他就有一隻叫做... 武黑鷹,武黑鷹就秒了我們整隊 所以這次就改了一個屬性 改了一個性格,速度就會提高了 現在先將他裝給毒電飛鼠 希望打贏 OK 就是這隻武黑鷹,非常厲害 這裡用伏特體腕 都是不夠他快? 唉... 這樣有點過分,老實說 我們換一隻暴衰龜出來 這麼快就有奇異花 總答 OK,他是不是沒有中... 咦,我快過去嗎? 好,沒問題 這個先走一走 這隻戰翠龍,沒辦法了 終於吸收 好,這裡用導電飛鼠 再用空氣設角 扣到多少呢? 一半,會心一擊,OK 烏泥炸彈 一發秒了,不要緊 這裡他是毒系 我們帶隻大龍犬 這招打不到他 因為他是毒系 一定是用咬碎或者虛張聲勢 咬碎 看看沒有機會一下子咬死 雖然有點困難 因為奇異花其實都很硬 真的 嘩,是一下咬那麼多 虛張聲勢 躲過他的攻擊 好了,這裡完了 怎麼會不夠他快? 這麼誇張 竟然不夠他快? 還有,56是否已經是極限 真的不夠他快 好過分 這隻都不夠他快 他大魔紛紛應該快 我覺得 這麼高速? 雖然我記得他那兩隻 都真的挺高速 146都不夠速 用暴世龜會不會OK 這一開始 試一試 因為我不想我導電飛鼠有扣血的情況 岩石峰 近身拳擊應該死了 有機會 還沒死 這樣有機會打得贏 嘩,他快過了 導電飛雪伏伏體 電光石火 他最後也要RR一下 這裡我們用 大龍犬 或者用 戰除龍 大龍犬呢 淡魔忽忽 特閘 特閘 這麼少 有機會 一般的 傷害 打擊鬼 重疊 重疊 嘩,好痛 死了 水流噴射 好難打 他整隊都 路電飛雪伏伏體 爛泥 水流獵破 水流噴射 嘩,還有一隻電擊魔在後面 嘩,真的不夠打 真的不夠打 要想一下怎麼打 嘩,整隊都 超級厲害 速度 這麼快 怎麼打 我們先拿下去 我想看看 56是否我的極限 56已經是極限 所以現在 我一定要 用 這個 組合 去打贏 或者轉一轉重 但我不知道轉什麼重 OK,上回到三樓 我想到最壞的情況 都是要用虛張聲勢 那些 這樣打 順便看看招式機方面 看看有沒有什麼 可以幫到手 重疊增強權 這些沒什麼用 吹飛 鐵馬 岩石蜂 這幾個 電磁波其實有用 我們不要雜技 那不需要雜技 雜技不要 好,我們最主要 其實麻痺都其中一隻 應該都OK 來了 這裡用 岩石蜂 岩石蜂 嘩,這裡真的很慘 用了一下子都不夠快 真的有點慘 岩石蜂 然後轉做 轉做爛泥 頂一頂 炸彈 嘩,好痛 神經病 我沒有技能打這隻 大地之靈 這裡用彈狼犬 然後用虛張星勢 然後用虛張星勢 他比我快 神經病 神經病,整隊都比我快 怎麼打 我 嘩 打自己 打自己 不打自己就麻煩了 戰除龍 然後用岩石蜂 解除混亂 我老朋友 真的打不贏 其實這個遊戲最難的地方 不是 怕 孤雷炸彈 一發 這個遊戲最難打 不是他的寵 他的寵 有多厲害 是最難打你不知道 哪裡有精靈可以捉 你身邊不知道有什麼精靈可以用 最麻煩的地方是 是 重打 炸彈的風 都繼續 神經病 真的 怎麼打 真的打不贏 先看尾 嘩 哈哈 哈哈 好了 今集我們是 不打算打這個塔 我想要先走 真的不夠打 能力查看 應該是努力值 嘩 2V1U 但沒用 哪裏可以練到速度 我都不知道 好 剛才我去了百貨公司 買了一個速度增強劑 現在基本上 導電飛雪 比你剛才 特攻和速度 我買了大概 5-6支 應該是有機會比他快 只要 只要我們能夠快得過 即使用導電飛雪 快得過 那隻叫做 無黑鷹 其實已經是 差很遠了 整個戰果 唉 真辛苦 不知道捉哪隻精靈 真是很慘 好 來了 放電 都是不夠他快 我是不是要練等級才行 即是 158都不夠他快 他又沒有其他可以用的東西 銀色王冠你又沒得用 好 現在就練好少少少 導電飛雪 現在導電飛雪 比剛才高 現在171速度 看看可不可以快得過 那隻無黑鷹 還是他依然比我快 就證明他極速很厲害 還是不夠他快 會不會太過分 他的能力 真的 我已經升得很高 比起之前 之前好像只有15多 這樣 這樣 之後會不會出什麼 打擊鬼 還是 暴世龜 嘩 死了暴世龜 這樣出來 咦 他出了什麼 催眠粉 暴世龜 鎖了他 大地之力 接著我們用奶媽炸彈 催眠粉 嘩 換蟲 嘩 好會加火 既然換蟲 這裡 這裡我們用 弦翠龍 然後用岩石蜂 嘩 沒事的 秒了 失閘 神 神經病 好神經病 神經病 神經病 沒有一隻快得過去怎麼打 這裡 嘩 他難打在 真的 他這裡難打在於 我沒辦法去練寵 他們全隊都練過 其實不難打 老實說 他的組合 但我沒辦法選擇自己想用 或者是一些 身邊的精靈太廢 都不能練 讓大家看看 如果這裡 導電飛鼠252速度 都不夠他快 我真的要想辦法 究竟怎樣才能打得贏 好了 現在再次練完 現在這個 導電飛鼠應該是 已經 練爆了 那個 努力值 但是我覺得 應該都不夠快 因為現在只有 172速度 都相當低 相當低 看看快不快 可以打一個 很辛苦 我特意練到這麼高 速度 都不夠他快 那他真的很快 他六隻都很快 我有什麼方法可以打得贏呢 好 今次這一集 我就不打算去打 我可能在周圍看看 有什麼厲害的精靈 再想要怎麼打 那個敬敵 因為敬敵實在太厲害了 敬敵太厲害了 敬敵太過分了 嘩 他不讓人走這裡 怎麼搞的 真的過分了 在這裡 神經病 又沒有精靈 又沒有精靈快得過他 又沒有精靈可以 硬得過對面 好像真的沒有 對 我看回導航沒有什麼 那隻是真的熬到 那個敬敵的那些 那些重 真的 穿山王 原重 原重 劍翠龍 極腳岩 炸死他極腳岩 炸死他 唉 真恐怖 其實真的不算難打 是難打在 我都不知道可以怎麼打 有什麼精靈可以用 附近 一打擊鬼 被人打一下又完了 真的頂到一下堅硬之後 他又有些重是可以 擋到那隻真男人 真的難搞 他們的精靈全部都是這些 12號公路 寺院塔有什麼 看一看 有些可以 檢查不到嗎 還是要上多一層 有了 這裡的精靈都是不快 最快只有地鼠和雷挺彈 都是不快的 整個 整個區域撞到的精靈都是 地鼠 這個洞呢 這個洞又是 又有柳木妖 很流 這些重真的 可以怎麼打呢 我 這裡呢 這裡又是 這些重全部都慢速的 可以怎麼用呢 我真的不知道 可以怎麼打 應該是說 可以吧 又是川山鼠 神經病 回來看看有些什麼精靈捉了 剛才我走了一大堆 那些什麼極巨 極巨洞 追射鼠 都應該沒什麼用 應該就 速度應該不算很高 碎碎菇 其實碎碎菇也可以 但是 行不行呢 碎碎菇有蘑菇包子 可以吧 我也不知道行不行 行蘆草 行蘆草 行蘆草應該是不行的 熱帶龍也是不行的 村山鼠也是不行的 應該 真的沒有哪隻重高速 然後頂到他一兩下技能 我整隊 我捉過這麼多重 都沒有一隻快 對了 好了我們現在 就剛才找到一個地方 可以清這個努力值 現在就 露天飛雪再次提升了這個速度 已經高了一點 就給大家看看 現在 他的努力值就是這樣的分配 待會我會帶大家看看 在哪裏有得清零 現在首先試一試 究竟可不可以快過去 如果快不過的話 就算你清到零也沒用 OK 來吧 我來看 電關石火 也證明他不夠我快 這裏 他這裏的電腦真的很賤 我發現 他的AI真的很過分 當我快過他的時候 他就會用電關石火 當我不夠他快的話 他就會用那些什麼 近身拳擊那些技能 這個復代體 對了我們已經快過他們了 成功 好辛苦 真的不是開玩笑 要看哪隻精靈 有哪些努力值都很忙 我們用 用什麼好 用這隻箭除龍出去死吧 然後用導電飛雪放電 死 死 這隻就沒辦法 這隻都是要被他打死的 那我們換隻 臭臭泥 因為爛泥吹死 然後打擊鬼 用近身拳擊 然後用重踏插步機會 可以重踏到一下 這個打擊鬼 有 OK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至少打到一下 降了他們的速度 然後用大狼犬 大狼犬的 去張星勢 打自己一下好不好 麻煩 一下就夠了 打自己一下奇異化 打自己一下 打 打 OK夠了 這裡再咬碎 希望降了他 防禦 應該20% 高傷 打自己多一下 不要用吸收就可以了 行 機會來了 這裡再咬碎就打死了 搞定奇異化 Mega奇異化 下隻只剩下誰 電擊魔 電擊魔 很難搞 這裡 我在這裡轉重 換導電飛雪 看看他會不會用 電氣引擎打我 這裡先消防 好害怕 要不要去消防 消防 不過其實好 很大機會會輸 因為我三隻都未必夠快 先轉到導電飛雪 我看看怎樣打會好些 因為這個是難得的機會 閃電拳 電氣引擎 觸發了 加速 他觸發了的話 電擊 電磁波應該是打不到他 所以我們要用 要是 他應該都是有雷 那個 什麼 食雷技 回血 或者加特攻 所以我們要用空氣離人 害怕 近身拳擊死了 這裡就用暴世龜 用岩石蜂 不夠他快 一下秒 不要緊 這裡用咬睡 第一次 等你止拳 未必死的 沒那麼容易 啊 哇 差一點死 打到大半 哇爆擊 沒有爆擊打那麼多 突襲 他這隻有格鬥系的嗎 有雷格的嗎 而且我剛才 熟到他有雷格 終於打贏這個MK 神經病 超難打 我真的特地改了 改了那個努力值才打贏他 先走一步 我真是天才 我真的會在世上最厲害的訓練 先走 你 神經病 不得了 只剩一隻大狼犬 睡個覺 好像在十樓 不知道是九樓 忘記在哪 床呢 床呢 床在哪 這裡 行了 唉 終於贏到了 各位 不知道各位如果你們有玩 你們是怎樣過這一關 都是開了隨機和高難度的話 支持作者一點點警告 有一個即將到來的連續戰鬥 所以將你想用的牌在前面 我還治癒好你的隊伍 嘩 好像很開心 還治癒了我的精靈 你不早想 用三隻我想用的精靈 OK 大狼犬 我覺得大狼犬真的是MVP 剛才那一場 大狼犬好像很多次都能救我 老實說 好了 我們就選擇用 導電飛鼠打擊鬼和大狼犬去打 什麼 如見山見到小雲雲 我輸了給這傢伙 我看大狼犬會嚇到小雲雲 什麼文本色零四 你的大狼犬 甚至不需要恐嚇 這個鬼鬼 不用怎麼說 直接開 唉 小油 不知道是誰 來 嘩 這麼厲害 我們先來個空氣利印 還是伏特替換號 一個是火… 惡 一個是妖精… 惡 這樣很難打 伏特替換吧 空氣切割吧 空氣切割 嘩 嘩 不是玩雙打這樣玩吧 嘩 嘩 我作劇之心 大哥怎麼玩啊 我 他又氣把防守 嘩 我也想要這招 可不可以讓你的沙奈多給我 我想要 空氣切割 其實這個不是空氣切割 空氣利印 不知道換了什麼 空氣利印 空氣利印不是空氣切割 這個作用空氣利印 還是伏特替換 打一隻長毛巨魔走 我們 Mega進化 先打一走 打不死嗎 不是吧 真的打不死 他剛才光場那裡 靈魂衝擊 跌頭 這裡開個近身拳擊 打一大罪話 你打死 長毛巨魔 可以嗎 可以了 打死了 近身拳擊 打得很少 還有一隻劍鬼在後面 真的很難打 Mega進化 被了真氣彈 刀劍型鞋 只剩下我一個 好厲害 影偷閘 只能打死一隻 跑斧 再用近身拳擊 打跑斧 食牛 對呀 糟糕了 這裡輸 導電飛鼠放電 群形鞋 西絲 再放電 這裡用大狼犬 用 西絲 妖精 噢 水妖精 怎麼打 這裡應該會盾 我覺得他的盾一定會開盾 王者之盾 咦 他竟然沒有了 鐵頭 沒有了 神經病 這麼難打 怎麼打 每個都有Mega進化 我連哪隻可以Mega都找不到 怎麼玩 首先給大家看看這個激進紅 在哪裡可以清零 這裡 在這裡你可以減六力值 他可以減一隻精靈 減特攻 然後減252 減了這個真男人的特攻 給大家看看他的能力查看 真男人 打擊鬼的特攻 已經剩下0 攻擊就140 如果你想練特定的能力值 可以把 例如這隻就是攻擊從速度 我想把他練到爆 就是把攻擊從速度以外的都清零 這樣就可以練到一隻完美的精靈 但也挺難 也挺辛苦 在這裡練努力值的話 好了 今集激進紅 玩到這裡 十分難玩 不知道怎麼玩 希望大家 如果你有玩 都可以分享一下 你怎樣打 贏的敵敵 以及接下來的 怎打 就這樣 拜拜 記得訂閱 拜拜 掰掰